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2月10日 星期五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今天这个节目呢 首先和大家聊一下一个话题啊 就是几大国际巨头开始大规模的撤离中国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 确实我是报道了很多啊 国际的大公司离开中国的事情 但是像最近呢 可以说又到了一个高峰 有三家国际巨头啊 都是知名的企业撤离中国啊 有的是关闭工厂 有的是卖工厂 有的是大幅度的裁员 准备关闭工厂 就是这样的性质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是日本的索尼 索尼是世界500强排名 非常靠前的啊 那么这两天呢 有消息报道出来 日本知名的企业 全球第二大相机生产商 而且是大型的游戏商啊 就是索尼 宣布已经将90%的中国生产线 转移到泰国 今后呢 销往日本或者欧美的产品呢 将主要由泰国工厂来生产 而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呢 只是销往本土 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工厂 对于索尼来说 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工厂 不是全球性的工厂 那么泰国才是索尼 全球的大型的制造业的基地 因为90%的中国的索尼的生产线呢 全部都要转到泰国去 我们知道三星是基本上 从中国全部转移到了越南去了 那么现在的索尼啊 基本上从中国全部转移到了泰国 大家看看东南亚对中国的替代作用 特别是中低端的这种制造业的替代 可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现在日本美国欧洲的大企业 要么是搬往越南 要么搬往泰国 要么搬往印尼 要么搬往印度 基本上就是这些国家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 去年呢 索尼的竞争对手 佳能也是关闭了部分中国的生产线 而这些年呢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巨头啊 都将工厂从中国搬走 像三星耐克阿迪 苹果富士康戴尔等等的 其他巨头 已相继都离开了中国 那么中间主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不稳定 第二个是中国的生产成本 已经非常之高了 很多生产成本都已经超过了 美国日本欧洲啊 这是中国 主要是房地产 然后呢 税费 还有相关的人工 都是越来越不便宜的 第三个原因呢 是中国这三年呢 因为防疫给出大规模的封锁呀 就是政治高压搞封锁之后啊 很多企业的生产链都被打断了 这些企业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威胁 在一个政治体制不稳定的国家搞生产呢 那么动不动 政府一句话 你的工厂就要停工 你的订单就泡汤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这些企业啊 现在彻底看明白了啊 以前如果说中国的生产成本高 他还可以忍受的话 还可以赖着不搬啊 拖一下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一句话 让你工厂停工 让工人不上班 那么他们就感到害怕了 所以现在彻底决定离开中国 索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而索尼宣告离开的原因呢 他在公告中也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因为供应链 他说如果一直持续 以中国市场为单一出产地 会给其供应链带来超高的威胁 未来如果泰国工厂出现不可预估的情况 中国生产线仍然可以作为替补 当然这是别人的一句客套话 泰国的政治整体来说比中国是稳定很多的 泰国肯定不会出现中国这种强制动态清零的状况 所以它的生产性的稳定比中国肯定强很多 需要中国做替补吗 这只是别人要走啊 说的一句 这只是别人要走啊 说的一句客套话 我们看一下索尼的销售情况 索尼去年呢 全球销售了大约211万部相机 那么近196万部啊 是销往中国以外的市场 也就是说索尼对中国的市场依赖 已经非常之低了 以前呢 中国说自己的市场大 然后外资你不开它 但是现在别人产品呢 慢慢对你的依赖是越来越小了 你包括苹果三星 还有索尼 很多产品呢 对中国的市场是越来越淡 中国市场的地位啊 并没有你说的那么重要 反而呢 因为在中国生产受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的打扰和威胁 所以别人呢 就干脆把工厂给搬走 这是很明智的一个选择啊 除了日本的索尼啊 另外日本的另外一个巨头 就是松下 已在考虑出售苏州的安防涉陷头的工厂啊 他如果这个工厂出售成功的话 那么松下在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工厂了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啊 改革开放之初最开始是邓小平访问日本访问美国 其中的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啊 和松下的总裁松下信之助 就当时就谈了 说请松下帮忙到中国去建设中国的现代化 基本上是请求别人 后来松下也是第一批入华的日本企业 当时松下电器的广告可以说是遍布大江南北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 就是松下的广告 还有丰田车对不对 这都是日本非常早到中国投资的一些企业 那么现在松下基本上这些年呢 慢慢的把中国的工厂关的关卖的卖 现在他也卖的是苏州的安防摄像头的工厂 根据路透社援引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了 松下公司正在考虑出售一家生产安防摄像头的中国工厂 这个公司希望工厂能卖到4.5亿美元 日本经济新闻称了 松下希望在4月初完成第一轮的竞标 潜在买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公司 还有英国的一些公司 一些大的基金 另外松下预计将从苏州工厂的销售中 获得4.68亿美元 就是卖这个价钱 所以大家看看 先是索尼再是松下 基本上该关的该卖的都卖了 那么这些日本企业 其实撤离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除了我之前说的生产成本 政治不稳定 疫情的丰措 对供应链带来的威胁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人的反日的情绪是越来越高涨 我们记得2012年的时候 这个松下在青岛和苏州的工厂 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还有很多日本产品也受到了打杂 还有包括韩国的 基本上反日反韩 那一波是非常凶猛 其实那个时候 你像三星等等 这些韩国企业 已经觉察到中国民族主义这种苗头 非常极端 非常害怕 然后三星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着眼把他的工厂 从中国大量的搬到越南 那么从2012年到现在 基本上十年的时间 松下三星都搬完了 而索尼松下这些其实也搬的都差不多了 那么松下现在如果把这家卖掉之后的话 那么基本上在中国也没有工厂 大家算算 还有多少日期在中国有工厂的 这些工厂离开中国 除了带走大量的厂房设备人员之外 还会带走大量的资金 而留下巨大的失业的市场 很多的失业的人员都是这些工厂搬走之后 才下来的 可以说这些工厂给的 可以说这些大公司给的福利都是非常之高 赔偿标准也是非常之高 是中国企业望尘莫及的 那么现在别人又要走了 你基本上想留 别人也不会留 你看现在从今年开始 中国沿海包括山东 那么多一些政府代表团 到海外欧洲日本美国去招商引资 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些外资走了 如果这些外资不走的话 他有必要去招商引资吗 基本上项目订单工厂全部都有 正因为别人全部都彻底了 现在又去求别人 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官僚管理水平 确实是非常之低 而且是非常短视 整个中共政府是非常短视 那么外资在中国的时候 你说别人外资是求你 想看中中国的市场 想在中国赚钱 现在别人走了 不看中你的市场了 只留下你一地鸡毛的经济 所以现在求外资到处到外面去招商引资 同时民营企业之前也是 民营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好的时候 把别人不当人 基本上打压 然后就是到处罚款 那么现在民营企业都走光了 有的是关闭了 对不对 你现在又开始来鼓励民营企业 所以说他这种政府的嘴点 确实是非常之贱 就是像习近平这样 没有任何政治远见 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思维 就是一副战狼的逻辑 而且现在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这么差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么差 特别是气球事件之后 中美关系 中国和西方和全球 一些西方的国家的关系 急转直下 那么这些企业其实也看到了苗头 看到了风向 对不对 你政治不稳定 你两国的政治外交不稳定的话 那么企业投资 它的风险就非常之高了 我听说过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 就是日本一个工厂 是准备撤出大年 就是前两年 但是大年市的政府要求这个日企 必须支付每个员工五年的工资 然后这个日企支付了之后 就把所有的工厂全部都放弃了 然后把机器全部都不要了 最后离开了中国 而这位社长说 中国全无信用 再也不会去中国投资了 基本上像一家企业被宰 那么其他的企业都会受到这种口传效应的影响 其他的日企都不会再来中国投资 而且日本前两年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整个国家也是花了大量的钱 就是协助这些中国的日本企业离开中国 因为中国那时候以产业链要挟全球 很多国外需要的口罩药品 中国故意去卡你 对不对 然后日本美国政府非常老火 那个时候 日本就制定了日本企业回流本土 回流东南亚的一些计划 就是要离开中国 因为你这种流氓 携你的产业链来威胁其他的国家 这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 但是你中共政府就做得出来 所以日本基本上把它也是看透了 对中国是彻底放弃的一个态度 那么除了索尼和松下 这两家知名的国际企业之外了 从昨天开始又传出了微软苏州 一锅端式的裁员 裁员的规模非常之大 这个消息是这样的 一则有关于微软苏州裁员的消息 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被广泛的传播 相关的聊天的截图就显示 微软苏州研发中心似乎将被一锅端 赔偿方案是N加12加股票解禁 加上一年的社保 可以说这个赔偿的方案还是非常优惠的 但裁员的规模非常之大 企业查就显示了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的分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 目前参保人数是2583人 而这次裁员基本上在1000多人以上 基本上裁了接近一半 所以网传是一锅端式的裁员 那么按照这样的裁员速度裁下去 要不了两年了 基本上微软就要撤离苏州 撤离中国了 所以目前来看了 这些撤离中国的巨头 在现在又兴起了一波彻底的高潮 基本上像微软索离松下 都是响当当的国际巨头 不管是撤离还是大量的裁员 基本上就是离开中国的意思 当然微软这个和它的全球裁员的计划 也是有关的 可能微软在全球都有大量的裁员 那么现在其实不只是实体企业 这些外资在离开中国 在加速离开 而资金可以说也在大量的离开中国 那么去年根据保守估计 大约有2.3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离开了中国 这些国际资本从中国撤离出去了 当然这不一定是产业资本 很多是这些股票债券市场上的资金 那么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 这个数据不是我编的 是根据去年外贸的盈余 然后减去年末的外汇储备得出来的 比如说中国每年那么多的贸易顺差 一般都有数千亿美元 对不对 但是年终结余的时候 外汇储备是不增加 反而减少了 大家想想那些外贸的银语去了哪里 基本上就是资金在流出中国的体现 那么这几年可以说都有流出 流出的幅度是越来越大 而这些资金都是外资这些年在中国投资的所得 然后从股市债市楼市很多地方都开始抽泥出去了 其实这方面中国的政府也是知根知底的 知道的非常清楚 上周的商务部都发出了说 当前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形势仍然是非常严峻复杂 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 可以说外资流入基本上都是一个假命题 在跑过了超过两万亿后 就算是流入个一千亿几百亿 可以说也只是下跌过程中的一次反抽 所以不会改变 整体是外资从中国流出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就算有些外资这两年进来 可能也是受中国政府的忽悠 把他忽悠进来的 说中国疫情开放之后 经济会快速的复苏 然后有很多投资的机会 但是市场其实很快就会发现 中国经济的复苏是非常艰难 甚至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那么结果就会这些外资再次掉头逃跑 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 现在中国的复苏可以说就是一种假复苏 没有任何实业支撑的一个复苏 就算楼市有些地方打鸡血涨了一点 但我觉得现在是抛房的时候 不是现在在进来的时候 他们都是一些金的可以捉鬼的东西 不会轻易被中共给套在里面的 那么中国政府套不住外资 其实套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一套一个准的 最近就有很多的购买成头债的人在网上发帖 说成头债了现在都不还本都不付利息了 然后在网上诉苦再申诉可以说 典型有一个帖子是这样的 他说我叫王平在今年六月 我和我的亲戚何秀平分别认购了 青州恒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容产品 那么这个青州是山东围方下面的一个县级市 那么这个公司其实就是一个成头公司 这次12月20日季度复习到今天还没有收到利息 第一天联系了相关销售说 平台工作人员扬了会尽快的支付 第二天联系说平台没钱 今天再联系已经不接电话了 我们联系不到平台人员非常恐慌 我们都是血汗钱 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联系平台 我们是相信青州政府平台才投资这个项目的 现在没有人管我们 复习都这样了 啥时候还本金 我们现在急需要把本金利息一起要回来 我们相信政府的公信力 我们才投资的 请政府体恤我们老百姓 还我利息 还我本金 那么这是这个网友在微博上在申诉 可以说在讨说法 但是这样的案例可以说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买成头债的投资人 买成头产品的投资人 基本上都是违约了 要不到钱也要不到利息 可以说山东青州成头违约这个事 去年年底其实就开始了 过去一个多月了 陆续的好几只债其实都违约了 网上也是各种举报发帖都被压下去了 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 那么山东的成头债 应该说已经是他方式的违约了 山东还是中国的第三经济大省的 经济省力算不错的 他的成头债都违约 那么其他地方的成头债都可想而知 而成头债总规模有65万亿 大家想想 那么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就开始集中违约了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中央政府说不兜底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他知道成头债可能大限将至了 买成头债的这些韭菜 基本上都被全部收割 割得连根都不剩 所以非常之惨 那么大家如果要投资 千万不要买成头债 然后不要买以成头债打底的这些基金 那么买这些未来的风险是非常之高的 基本上就是违约 而成头债违约其实就相当于中国地方政府违约 因为成头公司是地方政府的白手套 是替他募资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成头债开始违约了 基本上相当于地方债 这颗雷基本上都开始在爆发了 昨天我还在做节目 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没钱 然后把一报砍了三分之二 社报也开始砍 基本上就是苍蝇腿上在刮肉 但是现在可以说 中共政府刮肉的手段 不仅是用到了老百姓 不仅是用到了公务员的身上 还用到了其他一些人员的身上 比如说很多中介曾经帮助过成头债去销售 但现在这些中介开始被政府抓人 要求追回资金 非常无耻的一招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情况 今日头条上有好几个这样的消息报道 有一个就是说浙江22名资金的中介被抓了 追回了16亿介绍费 这个介绍费是什么意思 就是成头债当初请他们帮忙 就是说政府的成头债当初卖不出去 请他们帮忙销售 然后销售完给他们的中介费给了16亿 但现在地方政府没钱了 开始追回他这16亿的介绍费了 这样的钱都开始要 所以说中国政府是没有任何诚信可言的 那么这是浙江22个资金中介被抓了 还有湖南的一个融资中介给成头平台融资了11个亿 自己是收了3600万的介绍费 然后他拿700万行贿成头的负责人 然后被抓了 获行10年 他的3600万的介绍费也全部都没收了 所以成头债60万亿横在头顶 各个地方基本上苍蝇已是我直接就开始清查了 在这一块来捞钱了 各地的成头债可以说全部要报查10年 中间有些黑色类目交易的这些资金全部都要充公 所以当时在发行成头债中获益的一些市场公司 可能现在要倒大呗 时代的拐弯其实就是这么迅速 以前成头债的中介人都是融资的贡问 现在一下子就基本上成了喊打喊抓的对象 突然感觉基本上都是一个背锅侠 因为债务其实就是代价 代价就得有人承担 板子落在谁的身上其实都知道疼了 但是作为老百姓 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 像那些理财P2P成头债标的一些基金 是千万不能买了 要赶紧抛售 否则的话可以说后悔莫及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嘉勤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广洒网 各国移民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 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 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枫叶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顾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留学移民等等 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远离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 同时并无视 为了